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二代近年来在本地如晨星般冒起 先后出道的新二代是郑葛平和洪慧芳的女儿郑颖和儿子郑凯介 陈之财和向云的女儿陈一新 以及林梅娇的女儿黄轩婷 嗨 我是郑颖 今年二十一岁 我喜欢跳舞 也喜欢拍照 父亲是郑葛平 母亲是洪慧芳 身为一人子女 郑颖和郑凯介姐弟俩自小常有机会到片场探班 其中火场的外景深深印记在同志的心灵 我三还是四岁的时候 我去探班的时候 就是一个外景 然后我看到我爸爸被火烧 然后滚下楼梯 当时我这么小我一定害怕 看到自己的父母这样辛苦 我还以为他会死 救人啊 救人啊 那时候室友不能想象我会进这个圈子 会做同样的一件事 人长大会改变的 我小时候也没有想过我会当医人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郑颖从小性格内向 胆小怕羞 曾遭同学欺负的他 一心只想专心读书 在理工学院考获旅游管理文凭后 郑颖原本想要出国念书 但恰巧获得化妆品代言机会 以及经纪公司找他签约 都催促着年轻的郑颖 改变人生轨迹 我出国读书的话 我就两年就失踪了嘛 所以我就跟我的舅舅 还有跟很多人谈谈 他们说其实现在 因为是黄金时期 所以最好是留在新加坡走这个方向 如果想想想想想想就OK咯 就试试看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郑凯介 今年17岁 我的爱好喜欢弹钢琴 还有打篮球 弟弟凯介年幼时外形毫不起眼 从不敢奢望能够当上艺人 小时候是很胖了 大概有80多公斤 所以小时候就会被同学们嘲笑 因为人家会批评我说 你父母亲这么好看 为什么你变成这样 所以很伤我的心 我从小没有人会想到我会当个艺人 中一的时候我开始瘦下来 然后中三中四 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其实对演戏有一点的兴趣 所以就要想试一试 我们想跟你比一场 敬意求20块 不要就拉倒 凯介13岁时 曾在电视剧《球在你脚下》 特传演出 第一次演戏是《球在你脚下》 我演的是一个canon fan 不可以走 那时候拍摄的是两天 七点到七点 十二个小时 所以觉得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 那个幸福是值得是好玩的 热情洋溢的年轻人 就是新生带来到现场 欢迎你们 中四毕业后 凯介虽被理工学院录取 却不是进入理想的科系 让他开始思索 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 我们有这个环境跟条件 让他们去看到 接触到这个层面的一些工作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里面的运作是什么了 会当于也不稀奇的了 孙二代虽然有父母亲引路 但也得具备投身演艺圈的先决条件 毕竟出众的外形优势可以为自己加分 可惜不会送你 我可能认为是天生有这样的条件 我的基因是不错了 你而已吗 当然不过 好不好不是我们说的 是公众跟他的经纪公司说的 有没有这个X Factor 这个欣慰 不是我们说的 你教他两次 可不可以讲 教不好啊 师之过 新二代开始展露头角 向云和陈之财的儿子 陈依稀和女儿陈依馨 也签约当艺人 踏上了新土 一条大的 在那边一条大鱼 嗨 我是陈依稀 今年二十六岁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但是最近慢慢爱上了演戏 依稀在南洋理工大学主修数码动漫 毕业后他顺利进入 日本动漫公司工作 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能说我的性格是比较宅男 所以在家的时候 就会拿出我的纸子 这样画画下去 所以就看到人 就很害羞躲在一边 所以完全没有想过当个女人 我就在大学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过 Being an animator is not just an animator but an actor and a director 就从那边起就觉得 其实画动漫也是跟拍戏蛮接近 所以从那边其实就慢慢去了解一下 人的一些行动 人家的一些表情的一些表达东西 我花了整整五到六个月 在想要不要进入演艺圈这个行业 我就觉得 哇 为什么他要放弃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呢 所以我是有一点点不能接受了 其实我当时他开始要签的那一下 我是有好几天不踩他的 他一直有跟我在交谈 因为我们现在是同事了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现在是不同的快乐 每天有很多东西去期待 去学习 1 2 1 2 3 4 你要弹什么歌 就平时在家打电动 哦 这首 我听过 早在2012年 依稀腾参演网络剧i-rock 但那次的拍戏经验 让他有挫败感 不会看谱 你就不会弹了吗 那段时候 我的花文程度 真的是不会讲话语 看到镜头会有点害怕 你还带他来干嘛 我还不够对脸吗 讲台词也是不清楚 每次NG看 所以就非常怕就说回去了 不敢拍戏 他有当然他的沮丧 因为觉得表现中 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 或者是有些朋友就觉得 你应该这样子做 他的确有他的down time 不过我觉得 他能够回来是经过 深思熟虑 从小看父母亲在美光灯下 演绎人生百态 依稀用擅长的绘画 来收藏对片场的记忆 八岁九岁的时候 因为父母亲通常这边拍戏 对吗 所以他们带我过来 就探班探班一下 就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玩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layground 就慢慢培养着你感情 就觉得这个地方 真是一个 second home 所以我当妈妈 那三个月的四分住的时候 就觉得想把这个地方的每个特点 还有景点画下来 就从那边起过了几个月 就想 ok 有这些画 应该做什么东西呢 就 ok 弄一本书 so back then I was like oh we're going to have this event right now and then I need someone to really help me facility this entire thing so I was like You think you can help me or not so you can't help me or not you can't help me or not sorry did I let you down when they talk about what's hot then they mention my name he me forcing in the big body bands but wood grain hello大家好 我是陈一新 今年十七岁 我喜欢唱歌还有跳舞 妹妹一新在理工学院 主修应用戏剧与心理学 去年十一月她也签了约 为这个演艺家庭增添新光 在中学的时候我就进入了舞蹈 然后舞蹈的让我有更多信心 然后也爱上了表演这方面 所以对演艺有更多兴趣 在台山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很 self-satisfying的一个感觉 然后觉得很 很开心 very satisfied 然后也看到哥哥爸爸妈妈在这个圈子里面 也很觉得他们工作上有开心 so you teach me some stuff ok what should we play today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 let me play it back to our what do you want to play 一新其实对我来讲还研知过早 因为我还不懂他将来会怎样 因为这孩子他从小就很爱越多 所以我跟之才都认为他应该往写作 写东西那边去的 但是他现在说他想要尝试演戏 我是觉得以他的思维 他对于人生的看法 他其实蛮早熟的 虽然他在外人面前是害羞得不得了 我常常就觉得他不像是在舞蹈上 在舞台上跳舞的他 对 私底下的他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还在发掘着他的人生的道路 大家晚上好 为出道前 依稀就连同正影及林梅娇的女儿黄轩婷 在2015年红星大奖颁奖典礼上 担任新苹果奖的颁奖人 所以我了解拍戏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爸爸妈妈演戏 却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原来是真的不简单 但新二代这个标签 无形中让这群刚入行的年轻人 承受更多的外界压力 顶着父母亲的明星光环 新二代有更高的知名度 但吸引眼球的同时 光环压力更大 外界期许也更高 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 他们就会说 是因为他们的父母 指导他们 所以他们就会好咯 他们没有用功 如果是做不好的话 他们就说 他们的父母不是义人吗 为什么他们这么懒 当我们这新二代 都踏进这个圈子里的话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一定会被讲的 如果是好 如果是坏 都会被讲的 所以一定要心理准备吧 唐一杰 进女侧而已吗 她又没有做什么 你这么说 就代表如果是你 你也会这么做 才没那么无聊 为新二代量身定制的电视剧 《Z世代》播出后 凯介也面对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评语 谢谢 多少钱 不用了 请你了 前几集我真的不好意思去看自己的心 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是会cringe 就会不好意思会去笑 同样参与Z世代演出的一心 为兼顾学业 为兼顾学业 戏份虽然大幅删减 但是我在这一行 妈妈跟我讲过 除了这条路你要很稳 你要能够很开心 很graceful地这样走下去 他们虽然说起步跟其他的踏入行业的人不一样 就是他是说能以一个新二代的身份 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必须要一样 因为到最终谁能够走到终点 那就凭个人实力了 所以希望他们不要有压力 为善不落人后 去年九月 几名新二代参与了同济医院慈善业演出 从小目睹父母亲为慈善奋不顾身 正影和凯介姐弟俩 对于电视筹款活动 可说一点也不陌生 以前他们做的演出比较危险 被进入水里了 下来夫妻俩的最大考验就是 葛平的勇术和慧芳的憋气功力 所以我们从小其实是蛮怕的 葛平非常努力地勇 分秒必争 非常地镇定 让我们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吧 常常看他们做这样的演出 所以是有影响我们说 父母亲很伟大 会为慈善做这样的事 就觉得我也想这样付出 2008年 惠芳协同年幼的正影和凯介 为四川地震灾民献爱心 感动之声至今都忘不了 突然间他们说 来一个很即兴的一个筹款 但是说是很last minute的筹款 所以他问你孩子很愿不愿意上 那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OK啊 他就是这样在那边练歌 练歌了就这样上去 就这样唱 虽然当场语音不全 真的是不是专业的 不过反应很好很好 他感动很多人 如今少了父母亲当年的薄命演出 新二代改走活泼俏皮路线 继续传扬爱的信息 一起来就是说 看到我们父母 就是一直在慈善的活动 或者是节目 一起做出贡献 这一次我们把下一代 带到现场来做出贡献 这个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 一心也为慈善演出献爱心 家人在最后一刻赶到后台 为他加油打气 我跟我导演讲 你一定要让我准时进去 就就支持我的女儿 果然到最后一分钟 我的车这样飞回来的时候 刚好开始了 我就冲进去 那一秒钟 刚好我可以接得上 他上台之前的那个招呼 我知道 对我来讲意义很大 身为一个爸爸 你情不自禁 想偷偷把女儿在 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的 精彩过程 给她拍下来 我本来还在台下 很激动 她就想 志才你要控制 我本来还要 控制后面有人 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 葛平在后台看着孩子 再歌再舞 慈父之情 溢于言表 我确实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不是以一个艺人的身份 来看他表演 这个是现场表演 我是以一个父亲的心态 我跟其他的父亲是一样的 你都希望你的孩子能表现得好 你感觉他们表演怎么样 不是我表演 很奇怪 我怎么在后台 比他们还要紧张 郑颖即将进入大学就读 至于凯介 父母亲希望 他完成国民服役后 再全心投入演艺工作 我就算你当兵 读三年玻璃 当了兵 在读大学 你竟然三十岁的 我说 你那个时候才来 我说你不用当艺人的 我跟他讲 你当艺人可能 可能你会失败 你给你自己 就是这么一段 这是你的黄金年龄 没有就过了就没有了 你当不成 回去读书 我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去进步自己 有想过给自己 大概五六年这样 就可以创作自己的风格 如果我在这个圈子里 就要一直拼 就是要自己有自己的 要自己用功 做一个比较 versatile的圆缘 我觉得做每一份工作 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 就是成功的 他们有这样的选择 我就让他去尝试 我最终的目标 现在就是完成我的学业 但是 演艺这方面 我就是现在要学习 更了解他 如果当一个艺人当走工 就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好事 如果不是 整个过程 它仍然是一件财势 明天的成绩 是你今天的努力 所以如果你当演员 是为了红 那你不用当了 不要当了 因为不可能是 guaranteed 走到那边 掌声鼓励鼓励一下 最主要是 在他的这个年轻的 四月里面 发光发亮 那如果他的梦想 能够在这个时候 一一地去实现 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俊俏的外表 只是新二代 闯荡演艺圈的 外在条件 有了父母亲加持 心图可说一片光明 但未来的心路 能走多长多远 就要看 各自的努力所造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